是这样 我问你很简单一个问题 直播间八个人 八十个人 八百个人 我要你用三种应对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为其实直播更多的是对流量的感知 你来给我演一下 这三种情况下 你该怎么样的在直播间 产品是 就还是薯片吧 对 少的时候嘛 我就还是会亢奋一点 吸引大家注意 亢奋起来 好的 哇塞 今天直播间这么大的优惠 今天只有八个人 我给你们讲 瞧瞧告诉你们 今天这个优惠特别大 只有你们八个人掌握住了 其他的人啊 他们未必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 其实这个产品我们卖得特别的火 平常都是要好几十 今天只要十九块九 所以说我今天其实也很高兴 能够让真正支持的粉丝 抓到这波奖励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到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 来 还是脆声声 蹭蹭蹭给我刷起来啊 那接下来这个产品 给大家上八个好不好 我们也不多上 正好有八个人 如果大家喜欢 下单 如果大家不喜欢 我们还有后面其他的产品 好不好 来 抓紧时间 主播 我们现在有八十个人了 八十个人了 你不再转一圈吗 也可以吧 哇塞 现在已经长到了八十个人 来 我们后台的这个工作人员 注意一下 在我们的屏幕左上方 上个红包好不好 我们五分钟倒计时以后呢 这个红包会随机的发给 各位已经评论点赞的朋友 抓紧时间来刷起来啊 刚刚很多朋友们全抢 现在八十个人对不对 也不能让现在已经 虽然说来得比他们晚那么一点点 但是这么好吃的薯条 大家优惠也还是要 同样享受得到 对不对 来 现在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库存了 上三十代 大家可以抢起来 八百个人了 大家有秩序一点啊 我们这个库存 还没转圈呢 哇 大家抓紧时间了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啊 比前两天人流量 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上涨 但是我们的货存 确实是有限的 并且呢 这个人多的时候 大家特别容易冲动消费 对不对 所以我要强调 你们想好了 这款薯条确实 是这个黑土地的这个薯条啊 确实啊 也是有这个优惠的 确实也非常符合 大家这个上下班 这个阶段的小时的这个包装 但是啊 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 我们只有最后的三十代 还是五秒钟的时间 大家来准备一下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 是这样的 我给你一个点评 其实大概也是像 我刚才跟你讲的专业性的问题啊 直播间八个人 八十个人和八百个人的区别在什么呢 只有八个人的时候 你要点对点地跟他沟通 你要直接把他名字 然后姐姐 哥哥 你要直接点对点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才能调动他的积极性 有道理 所有直播间的原理是什么 八个人的时候 你的目标是把八个人拉到八十个人 所以八个人的时候 你要点对点 那么你从八个人的种子流量 已经拉升到八十个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流量在上升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呢 你应该继续 你要做的事情 就把流量往上拉 你会跟所有的这些直播间说 你要怎么样 我给你更多的福利 我们冲到一百个人好不好 我冲到一百二十个人好不好 每过十个人 一百个人 或者是过多少人的时候 我给大家再加一波奖励 这个时候你的目的 就是为了继续往上拉升 当你到八百人的时候 什么事都不要想 全力以赴卖货 所以说 也有流量感知 你现在为什么说 你其实对直播间还没有入门 你需要的是专业的培养 专业的培训 包括一个专业的体系来打造 此处掌声 太好了 这个吴胜讲的还真的挺专业的 所以吴胜 如果让你给他一些指导提升的话 你觉得哪一地方需要改进 其实在直播里面 有一种直播方式 就是很有一点脱口秀 加卖货的结合 现在很多直播间都是什么 你进去以后就是给你卖货 然后你待不了几分钟你就走了 但是呢 如果这个直播间本身有内容 然后能让别人觉得 有意思在直播间停留 那其实它是兼具了娱乐性和消费性的 这才叫内容电商 所以说你刚才第一个 一开始那个卖货方式 我觉得是有可取性的 反倒是你后来那个脱口秀 很乏味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